我查了一下资料 上一次您上我们电台 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 所以呢 已经有一阵子了 是的 周乐您好 我非常荣幸能够接受您的访问 也在这里祝大家收获愉快 一切顺利 是的 Cincia能不能麻烦您给我们旧金山的朋友们 介绍一下您自己的经历 还有现在在Trans Global是担任哪一部分的重责大任 好的 我的中文名字叫刘欣 我是出生在北京 小的时候移民到香港 所以我的Last Name是LAU 那我自己本身呢 是已经有20多年经验的注册会计师 同时我也是一个国际认证的理财规划师 CIP加上CPA 那我现在在范语集团呢 是税务规划总监 我们公司有30多个office 也欢迎大家多了解我们 是 几乎在范语全美国重要的州和重要的城市都有 Fiscal Office已经超过30多家 怪不得你们的业务范围 包括还有你们的Vision 看的都是比其他公司要比较远大的 然后现在不只是在做美国境内 对于在亚洲的国家呢 也已经涉足 所以其实亚洲的中国人呢 对于美国的财务规划这一部分呢 都有很大的需求量 并且也有很大的需要知道这方面的知识方面 首先介绍一下范语 为什么要做企业化的一战式 这个是继个人的一战式的服务 现在又拓展到企业的一战式 是的 所以我们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不断的完善 加入了税务部门以及税务教练的服务 在个人一战时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服务 从税务规划 理财规划 教育 退休 遗产规划等等 然后再配搭相应的工具 比如说像贷款啦 受险啦 年金啦 家庭办公室 信托等等 我们是可以做到合理合法省税 同时呢 又可以令到自己财富倍增 那在完善了个人一战式之后呢 范宇又再推出了企业一战式 因为我们认为企业一战式 也是我们华人的老板们非常需要的 因为呢 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不同的专业人士 已经在服务的岗位 所以客人呢 就不需要到处去找 我们经验之中很多企业主 他们要去找不同的专家 比如是会计师啦 比如说是Workers Com的insurance 还有这个团体保险啦 退休规划 让他们到处去找 但是答案又不是太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企业主也觉得无所适从 那正好我们公司就在这一块 我们也加强了服务 那我们的客人有的时候反馈给我们说 他们的会计师都非常的忙 三言两语呢 有的时候解释不清楚 或者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他们 因为实在是太忙了 那我们范园集团就可以帮助大家在薪资服务 会计师的服务 退休规划等等等等 就一步到位 让企业主也可以做到安心省心 呀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接触的会计师也有数位啊 我就没有看到一个会计师 他是不忙的 但是每一个会计师呢 他都有他自己的special area 那也并不是说关于任何的税 他都了如指掌 他都愿意去涉猎 那或者呢 有的人他就专精在给个人或者是企业报税 然后也没有make recommendation 这一点是蛮遗憾的 因为一般的民众或者是企业主 都是希望给我一些advice 如果我的业务将来发展到什么地步 是不是可以请会计师前瞻性的指导我 让我往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去做planning 这方面是蛮重要的 那么至于最近增加的这个薪资 就是hr的部门 的确是替企业主呢 省了很多的时间以及金钱 那经过范宇来做一个公司的薪资计划 有跟别的 比如说像adp啦 或者是银行在做的payroll的制度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超越之处呢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外面的薪资计算已经有很多公司了 而且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年 那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是叫做tg payroll加上hcm 也就是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那我们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是一个战士的一条龙的服务 包括哪些呢 包括比如说我们是可以用最快最简单的方式 让我们的客人呢可以提供薪资的一些信息 但是我们后面强大的这个后台呢 就可以帮他很快完成这个繁琐的计算呢 报表啊申报啊 这所有的工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人力资源的管理的服务 包括大家想了解的各州的劳工法 比如说最低的薪资要求 薪资的这个要求 每一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 遣赞或者是解雇雇员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是哪些地方 那除了这个hcm之外呢 我们也一部分还有就是能够帮到大家可以在团体医疗保险 open enrollment开放期的时候一个登记 那所以很多企业主 他们就是用不同的platform或者是电脑软件 就把这些资料啊填来填去 到处去问到处去填 但是在我们这个platform里面 我们就一次过一步到位 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 而我们可以把它做到非常的完整 就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团体医疗保险啊 open enrollment 还有workers come pay as you go 也减少了这种审计的机会 那更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各州的劳工法 让大家不要去踩雷 哇哦呀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些detail也只有专业的人员才会事先都设计好 免得企业主像您说的踩雷 这个从税务局的角度 你犯了错就是犯了错 我也不管你是不知者 也是一样有罪的 也是没办法的 所以这个太重要了 但是如果说一个是小企业的话 他每一个职员的工作都已经固定了 他有的时候没有什么财力 在雇一个专门帮他run payroll的人 但是任何一个run payroll的公司呢 他也都有specialize 像贵公司如果替小企业来做payroll的话 做这些其他相关的 跟payroll有关系的这种费用的话 是你们是针对小型公司是一人到五十人 或者是什么样size的企业 是你们的target的client 其实我们用的这个platform是非常的强大的 而且是多功能的 那基本上我们一个人到几百个人 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那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华人的老板们 大部分都是中小型企业 就是刚才您说的 那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 或者是资源去付这么多的钱 但是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的性价比非常的高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费用 是跟外面的相比来说 甚至还可以更低 但是我们性价比非常的高 就更多了很多的服务 让我们的老板们不要到处去找 到处去比较 到处去弄着自己头昏脑花的 或者是非常的疲倦的 对 是的 好 那为什么要特别注重人力资源的管理 人力资源在一个公司里面 到底有多重要 担任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呀 是 有一句话是说 我们吃什么 我们就是什么 so we are what we eat 但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你请到什么样的人 就决定你这公司有多么成功 那所以我们注意到 在整个美国 其实呢 他都是比较帮雇员的 而不是帮雇主的 那加州更是如此 在加州 如果是有100个老子纠纷里面的话 95个是员工告老板的 那所以在老板要了解这些合法合规的 人力资源的这些方方面面的要非常的注意 不然的话呢 这个就是压倒老板的最后一个稻草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 比如说你请了一个人 你到底是给他1099还是W2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 那或者说你请了一个人 你是应该给他10新呢 还是月新呢 那你给他的10新是按照加州的给呢 还是按照你的county来给 还是按照fedal的给 因为fedal跟加州跟county 三个不同的minimum wage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你就要记住 如果不一样的minimum wage 你就要给最高的 那如果你忽略了 那你有可能踩雷了 所以要避免这些劳资纠纷 一开始就要做对的事情 那这个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还有大家一定要记住 很多律师 你找劳工法的律师 其实大部分是帮员工的 帮老板的律师 肯定就是不多嘛 因为这个law还是比较倾向 帮助员工的 那这些律师的费用也非常高 每个小时600块起票 那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研究好 就做好 就不要去踩到这些雷 对 你说的真的很对 加州就是一个保护employee的州 然后加州的州政府 对于unemployment或者是layoff这方面 也是特别保护staff 那其实就像是covid的事件发生 强力的保护了renter 那landlord谁来保护 我觉得这个执法的人 实在也真的是要考虑 但是我承认现在要找到一个律师 愿意并且官司打成而保护employer的 实在是很少 所以 是的 小心啊 所以在设计这个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先要把很多洞先读起来 该让staff签名的一定要get their signature OK Cincia下面一个问题 贵公司的一站式的服务 可以为客户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解决哪一些问题 是不是就用不要踩雷四个字就可以一并概全呢 哎呀您这个概括的太好了 不要踩雷 不要提心吊胆 省钱 省时间 省心 安心 好的 太好了 我们现在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 今天访问的嘉宾是范宇集团的税务总监 Cincia Lau 好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在美国 平均每年有超过80万的人有心脏疾病 或是不幸患了癌症 中风等重大疾病 没有购买重大疾病保险 对很多承受病痛中的家庭来说 在经济与身心上都扛着极重的负担 苦不堪言 别让自己成为亲人的包袱 最专业的范宇集团 888 831 8868 上海交大理工学霸 美国经济硕士 GMCC万通贷款经纪人 Gin欧阳 凭借对经济政策敏锐的洞察力 及天生对数字的推算力 根据您的财务状况 在几十个贷款方案中 总能为您找出最适合您 查收入或不查收入的贷款 让您实现买屋梦 要买房贷款 请先找进欧阳 408 708 8815 408 708 8815 GMCC万通贷款 西股最具规模的华人 Lender目前推出无债务收入项目 30年固定6.875 APR 7.17 无债务收入不要求 不需提供报税 不需提供收入info 自住房适用 外国人身份 一样享受同等利率 不要求信用不分 If not available 详情至网站 GMCCLong.com 电邮 info at GMCCLong.com info at GMCCLong.com GMCC Real Estate Broker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DRE 01509029 NMLS 258495 Equal Housing Lender All loans programs Rate th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好不容易找到心仪的房子 房屋贷款 可视翻键 申请方便 利率优惠 快速成交 哪里有 This is Good Game How can I help you? 重新贷款 或者买房贷款 当然找 Good Game Helen Ho 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 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 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恰谈详情 GMCC万通贷款 资深贷款经济降码 为您推荐真正不查收入的贷款方案 不需要任何收入相关文件 也不需要雇主资讯 只需要40%首付即可 贷款额可达200万 利率也很好 外国人F1签证学生 EAD卡身份都可以 利率也一样好 欢迎致电了解详情 408-858-3198 408-858-3198 或加微信 降码2013 范宇集团总裁 Philip Hove 讲解设立生前信托和遗嘱的比较 并介绍范宇集团 生前信托服务的特点及优势 德利洋地产资深卖方经纪 奥坠孙 回顾湾区五月份房市持续攀升的情况 分享高端房产现有的市场状况 展示在售的好房产 以及Summer Splash的内容 5月27、28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让我们再度欢迎在范宇集团的税务总监Cincia Lau Cincia让我们更了解了范宇 为什么要做企业一战事 我觉得您讲的非常的仔细 very detailed 那么在众多的选择之中 那我们在北加的这些个人 或者是企业的主人 为什么要选择范宇 作为我们这么信任 把这么一大块的业务 交给你们的原因为何 大家听到现在 如果觉得说 如果我们的价钱 跟别的大公司 就是专门做薪资计算的 差不多是一样的 甚至价格更实惠 性价比又更高 同时我们是 华语的服务 我们有自己 咱们都是中国人 有自己的文化 自己的这些习惯 那为什么不呢 为什么不选择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选择范宇 就是如虎天意 选择范宇呢 就是安心省心 让我们的一战事 可以帮助您解决 大小不一样的问题 那您就要知道 就是说 如果选择范宇 您的伙伴 不是一般的小公司 是大公司 我们已经遍布了 十三个州 超过三十多个办公室 有两百多位 全职的工作人员 为您服务 所以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范宇 所以欢迎大家来找我们 哦 OK Make a lot of sense 好 现在来介绍一下客人呢 要用范宇 一战式服务 那通常他们的流程 总是要花一点时间 他们要了解你们 你们要能够回答 他们的问题 然后要经过 几次的interview 那么这个程序是怎么样 多久就可以开始 好的 我们这个流程非常简单 首先一个电话 就万事OK 您与更成功 更省心的距离 其实只差这么一个电话 那您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会安排 zoom meeting 因为我们也希望能够 面对面的看到您 那首先我们要做的是 聆听及了解您的需求 然后我们会给您一个questionnaire 就根据您所填的一些问答啦 我们根据您已知的和未知的需求 来亲自为您量身定造 适合您公司的配套的服务 那我在这里呢 我想知道就是跟大家重点的讲一下 您未知的需求 您一定知道您要的是什么 可是有一些东西 您不知道您还需要什么 或者您不知道还不需要什么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专业服务介入的地方 所以在我们多跟您了解 聆听您的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些您已知和未知的需求 都会做一个笔记 然后我们一个专业的团队 会一起帮您合起来量身打造 然后看看给您一个最配套的服务 I see OK 那哪一些行业 或者是哪一些客户 是你们的target 最适合你们服务的一些客户企业主呢 其实大大小小的企业主都适合我们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最主要是服务华人的社区 基本上都可以 但是有一两个来说 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说呢 可能还不是太适合 一些呢就是专门收现金的一些服务 还有呢就是像大麻叶啦 因为他还没有通过联邦政府的和平嘛 所以呢这个在转钱的时候 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的困难 但是我们还不能够接这方面 但是其他的我们都可以 服务业啦 酒店业啦 logistic啦 建筑业啦 等等等等 我们都可以了 哦 OK 几乎非常全面的客户 你们都可以做 OK 好 那我也听说您代表的范语集团呢 是希望跟更多的会计师 更多的税务师一起合作 请介绍一下你们的logic behind是什么 哎呀 这个问题呢 问我就最对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就是二十多年 近三十年的会计师啊 那我自己曾经在四大工作多年 然后后来也自己开事务所 坦白说我最不喜欢做的就是payroll 因为我觉得做payroll呢 是一个非常花时间 非常繁琐 然后呢又 就是又不能收很多钱的 但是你的时间又花进去了 所以我们在看到我们中国人的会计师 税务师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他一定要接payroll呢 是因为他如果不接payroll 他后面的business也就没有了 因为后面的business 比如说是像税务规划啦 像报公司税啦 等等等等 那就没有了 因为第一个一定是要先帮他做薪资的计算 那同时呢 会计师们都会遇到一个头大的问题 就是请人难 留人难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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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连说三个真的 并且好像自从covid之后啊 要请合适的人更难 更难 更更难 真的是这样的 连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会计师呢 我必须说我个人的感受哈 我觉得他们是最忙 最累 同时又需要很多的培训 因为他们每一年都需要有那个cpe的要求 就是continual education 那同时又担任了巨大的责任 因为他担任责任是帮客人省税 同时又不能够做错 因为他也要对国税局负责 所以会计师真的是感觉啊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 那我这么多年 我的从业的经验 我就注意到税务规划跟报税是完全不一样的 税务规划跟报税的不同在哪里 其实在老美的社区里面哈 其实他们觉得报税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人呢 可能很多人都很会算 因为中国人很聪明嘛 所以说有的是会计师 有的是税务师 甚至有一些人呢 他都没有这两个license 但是他可以去做一个申请 也可以帮人报税 所以这个竞争非常的大 那大家就觉得说 诶我可以去比价 那在客人来说 客人就觉得报税是费用 所以他相对来说会去比价 因为报税是已经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就像现在我们在报2022年的税 2022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不能再做任何planning了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他的东西 打到一个软件里面 然后看看对不对 然后相对的来说做一些调整了 做一些建议也就这样 所以客人认为报税是费用 那所以他就会到处去比价 那会计师怎么办 会计师只好以量取胜 多做减价 多做 让客人开心 但这个时候客人又觉得你慢 或者你不回复我 那所以会计师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啊 但所以真的是吃力不讨好 所以我们希望跟会计师合作 也解决他们的痛点 怎么合作法 把你最耗时耗力 而且是不需要你做的事情 因为你会计师 你已经是有非常多的经验 是非常高大上的这么一个行业 你把这些比较routine的东西 t detail的东西 你可以丢给我们 让我们用这个一站式的平台 用我们强大的这种 software的platform 帮你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你就可以专注把你的时间放在税务规划上面 规划跟倒税不一样 规划客人认为是投资 所以你规划的时候 他会很appreciate 他会愿意付钱 那也是你应该得的 那所以我们希望跟会计师合作的时候 就是说让他可以专注在服务客人的税务规划上面 甚至是在财务规划后面一大堆的规划上面 因为客户相信的是你会计师 所以呢 我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强有力的后端 那让你可以跟我们这样的合作方式 合作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个wide label的service 就是等于是说 你自己跟客人联系 我们做你的后台 那我们会给会计师一个非常好的discount 让你也可以有力可图 另外一个就是丢把客人丢给我们 但是我们也会保证你的客人跟你的联系 这样子 对的 罗马不是一天造成 条条大路通罗马 其实就是数月有专攻 做企业会做的成功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 并不见得他有那么多extra的财力 人力物力等等 来hire一个full time 或者甚至一个team来做这些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在刚开始的时候 真的是要靠宣传 靠广告 靠口碑 然后靠人的referral 让大家知道 范宇有做企业和个人一站式的服务 等到这个口碑升职人心了以后呢 他自己已经通过了这一关 事情丢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完全接过来 然后做得很好 又proactive的给他们提出 对于未来发展的建议 这个就是替大家省了大大的一笔钱 并且还可以让他省时间 走上他们自己专业 专精赚更多钱的这个前景 真的是啊 就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今天非常非常非常感谢Cincia 希望大家能够跟范宇来多多联络 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的第一段广告 就有范宇的免费号码 在北加州也有联络之处 好的 今天非常感谢Cincia 谢谢您 希望空中 非常感谢您 是的 希望下次空中再见 好的 听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好消息 矽谷华人电台有同步直播 live streaming了 再也不用担心家里没有收音机 下班时间跟以往不同 在车上听不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广播了 就在您的smartphone或家中电脑 登陆svcmedia.net 每晚七点到八点点一下首页页面上方 broadcast the play的按钮 就可以听到及时的广播了 音质非常清楚哦 同时一周七天 一天二十四小时 都有精彩节目的回放了 请记住 登陆svcmedia.net 点一下broadcast the play按钮 就成了 范宇集团总裁Philip胡 讲解设立生前信托和遗嘱的比较 并介绍范宇集团生前信托服务的特点及优势 德利洋地产资深卖方经济 奥坠孙 回顾湾区五月份房市持续攀升的情况 分享高端房产现有的市场状况 展示在售的好房产 以及summer splash的内容 五月二十七二十八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七点半 与您共享 娱乐漫谈好时光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房屋贷款利率的持续走低 让每一个homeowner都有机会申请到更低利率的贷款 Long on time贷款公司提供给您最快捷的方式 帮您了解市场利率走势 并及时提出申请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或上网longontime.com 朱丽周医师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朱丽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丽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小台北plaza附近 约约电话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GMCC万通贷款 西股最具规模的华人Direct Lander 目前推出简单快速的无收入贷款 30年固定6.875 APR 7.17 无需收入证明 自住房已无需负债比 FBJ各项签证都可申请 自住房第二套房 无收入要求 首付40% 外国人也享受同利率 出租房则有无需租金收入的贷款计划 详情至网站GMCCLoan.com 电邮infoatGMCCLoan.com 好消息 GMCC推出完全不查收入贷款 无职业和退休 无收入都可以 只需要提供两个月银行存款证明 10年ARM利率6.75% APR 7.17% 40%首付 买出租房同样利率 这个贷款也适用于外国人 F1J1B1签证均可 请联系张力 微信 LEE13591 LEE13591 或致电408-315-9470 408-315-9470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入卖无其贷款 为您两体财医 达证实际 买得低 卖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省省 省省 精算子买无卖无其贷款 一步到位买卖 这些贷款开启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无卖无量 精算子出奇章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比较时代表 便要强算过目 相依加州 谢谢您准时收听 空中医疗战 Julie你好 周医师你好 欢迎您来到 我们的节目做客 各位听众大家好 很久没有上来 跟大家讲 中医的认识了 所以今天我跟周乐一起 跟大家再聊一聊 我们现在正好是春天 我们应该怎样度过 我们的美好的春天 是的 在杨历的月历里面 礼拜一正式是寒冬的结束 进入春天 那中国人说历春历春 就是进入新的一年的开始 但是真正进入春天 是从礼拜一开始 我们今天的访问实在是 时节上非常的恰当 Julie 那春天正是对于我们五脏六腑里面的肝脏 是最好要来保养 保护它 把它安神 要把自己的肝脏调养得很好 那么为什么春天是养肝的最好的时机 那这个在皇帝医书里面一定有提到这些学问 来跟大家讲一下春天为何适合养肝 其实肝脏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和代谢 跟免疫的器官 对人体的健康是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肝脏受损 不仅引起肝脏的疾病 还引起身体其他的疾病 所以现在我们的人们就说生活节奏比较快 压力也比较大 对我们平时很多认为是很小事 但是都会对我们的肝脏伤害很大 所以到了春天 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人的阳气顺应自然 向外抒发 我们要注意保护好我们的阳气 怎样保护呢 我们中医历来就有春季养羊 重带养肝的说法 因为肝脏在五行里面说是鼠目的 与春天是相应的 所以春季是我们最好养肝腹肝的好时机 所以呢我们就会除了这些茶之外 其实我们春天还有很多菜呀 是非常好的 比如我们养肝的第一菜 就是我们的春天的第一菜韭菜 什么菜 韭菜 哦真的呀 韭菜是养肝的最好的食材 哦 我们春养肝并不单 就是我们非常注重春天养肝 但是我们春天的第一菜就是我们的春韭菜 OK 韭菜你怎么去分辨它是不是韭菜 你看它的叶子就知道 怎么看 叶子是煎的 它就是第一菜的韭菜 如果叶子比较圆的它是割过的 所以说比较圆的 而且第一菜韭菜非常好吃 而且非常嫩非常好吃 哦 OK 有人说韭菜是可以助羊 就是男人吃 其实春天第一割的韭菜 那你说的割韭菜并不是现在的人流行的这种什么 很快的炒作股票的割韭菜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们真的是讲春天的韭菜 是 不是股票的割韭菜 那个意思 我们跟股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讲的健康讲的养生 两码事 两码事 OK 所以说现在的人生活节奏快 工作压力太大 并且现在适逢戏骨 META又再度第二阶段的Layoff 一万个人 这种其实给所有的人心里都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这些压力都会对自己的肝脏有很大的损害 对吗 对的 其实我上两个礼拜有个病人 就是他去年年底的时候就Layoff了 所以他很不开心 然后两个礼拜前来看我的时候 他精神缓扑 人真的是抑郁的很严重 很严重 自言自语的已经 他来看我以后 跟他吃了一点中药 然后跟他扎针 他稍微好点 但是他跟我说 你看吧 我们家孩子还小 因为很多年前我就认识他 是在教会里面认识的 所以他是说你看嘛 我们家孩子还小 老婆一个人挣了钱又不够养家 他说我这里又Layoff了 他说我这找了几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他很嘴上 所以我很理解继续工作的那种心情 所以他这样不开心 然后就伤到他的肝 伤到瓶子 就变得很抑郁 很难受 肝病啊 其实大家听到肝病 肝病在中医的角度 是由把脉诊断出来的 那中医又有什么来医治的方法 那我们听到肝病 然后都不知道 肝病有什么像外面表述出来的现象 只听过黄胆 也听过肝癌 那么这个中间当然还有经过很多的病情 经过很长的时间 这方面给我们科普一下好吗 如果刚开始 其实我们就是压力大呀 或者是我们的情绪不太好啊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里面慢慢积累积累的 这个肝病不是一天两天的 是你经过好多年的积累 然后才会生成肝病的 比如我们的肝瘀气质啊 肝阳上抗啊 肝血淤啊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肝 因为我们的五脏六腑又是循环的 伤害了肝自然就会伤害肾 因为我们的肾又是肝肾同源的 然后伤到肝又会伤到我们的脾胃 我们肝胃不合 所以除了伤到肝之外 我们五脏六腑都会受损的 不要认为就是说 哎呀我不开心 我怎么怎么样 你一定要开心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不管你做哪一行压力都大 我们要自己学会释放自己的压力 然后让生活过得更好一点 如果你的肝真的有问题了 那首先我们会感觉到 你是不是有黄胆啊 像前段时间有个病人来看病 哎我说你的眼睛怎么这么黄啊 我说你去查一查你的肝指数啊 是不是肝指数会高啊 结果他查出哎真的我肝指数比较高哦 然后我就跟他吃了一些药调理 然后过了两个来月左右 他肝指数就回到正常的位置了 所以呢我们有肝病也没有多大问题 但是我们肝的这个器官很神奇的 他不会痛的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肝痛的时候 已经是真的比较严重了 一定要去看医生 因为我们常常说脾胃是喇叭 肝是哑巴 小小的胃疼你都会感觉疼 但是肝一点点它不会疼的 所以你要非常留意自己 所以平时在情绪啊情质方面啊 要真的要释放 不管工作上遇到什么阻力 或者是neoff啊 或者是什么问题 这些都是小事工作可以重来 但是你的肝损伤你不会重来 但是你预防的早一点 肝会跟着你 所以有一句话说 肝是我们人体五脏六腑里面 最忍辱负重的一个器官 它能够担当起排毒代谢 还有免疫的多重功能 并且平常也不呱呱叫 大家也感觉不到 所以是不是deserve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 因为肝脏在身体里面是鼠目 和春天是相应的 所以说春季正是养肝护肝的好时机 那除了韭菜之外 还有哪一些食补的食材 是我们很容易得到的呢 比如我们春天 我们的季菜呀 还有我们的季菜 春天很多的菠菜呀 这些都是养肝的呀 在春天吃非常好 还有现在我们春天很多蒲公英呀 蒲公英可以吃的哦 蒲公英的味道怎么样啊 稍微有点苦 但是你可以先焯水 然后再来凉拌呢 或者炒就会好一点 还有我们的马死馅呢 这些春天的食材都是很好的啊 马死馅会去湿啊 挺好的 还有一个窩笋 窩笋 哦 窩笋好吃 窩笋是里面是白的 皮有一点淡绿色 是吧 对 对 你把皮削了以后就拿来炒着吃 炒肉也好 青草也好 都很好吃 对 窩笋这道菜呀 非常好 对我们的人体 第一它含那个纤维比较多 如果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便秘呀 什么都对它很好 还有窩笋里面含有某些的物质 可以抵抗春季我们过敏性的鼻炎 所以今天吃窩笋是非常好的 太好了 窩笋还有另外一个吃法 就是稍微烫一下 然后就凉拌 加上自己喜欢的一些调料 就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的 呀 这些大部分都是绿色的蔬菜 那除了窩笋 它里面是白的 OK 还有山药啊 葡萄啊 核桃啊 这些都很好的 山药 哦 山药就是新鲜的 那也是黏黏的 白白的 OK 对 葡萄核桃啊 葡萄啊 核桃啊 都是很好的 在春天我们多吃一点 所以我们的干是非常好的 哇 太好了 朱里周中医师 他在湾区呢 是非常有名的全职中医师 诊所是在Fremont 大家要预约的话 请打这个电话号码 408-218-8451 408-218-8451 我们现在进段工商资讯 回来以后再介绍几味茶 这些茶呢 大家可以泡水来喝 那有些是可以要稍微煮一煮的 对于春天养肝 还有要让自己的肝 所谓更坚固的话 这些都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OK 周医师 我们休息一下 两分钟之后 马上回来 朱里周医师 病情看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三准医师 朱里周 祖传的手法 精准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30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杂症 手盗病除 朱里周医师诊所 位于Fremont 小台北PLASA附近 约约电话 408-218-8451 408-218-8451 408-218-8451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湿疹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 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林医学博士 徐医生 毕业于美国匹茨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 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哮喘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 408-286-1707 286-1707 走过无尽的辉煌岁月 伴随无数个昼夜变幻 宝鸡 Coin of Naples 日夜显示晚表 手工捐客表盘 搭配铺箱钻石表圈 见证纳布勒斯王后的优雅典范 经典传承 百年公益的辉煌历史 与俊雅情怀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润 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心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say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呛不到 本公司买屋 买屋及贷款 为您量身才一把准时机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 省心 梦里笑 金蒜子买屋 买屋及贷款 一步到位 买卖趁心 贷款开心 真可为贷款做得好 全凭数学脑 买屋 买屋 妙 金蒜子 出奇招 为你不识别于清华 请速电510-353-0855 或上网 www.gingerlong.com 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 西谷华人电台 空中医疗站 现在我们再度访问 三准医师 Julie Jo Julie 那春天既然是 养肝护肝的好时节 刚才介绍了几位 绿叶子的蔬菜 以及水果 还有干果 像核桃 那还有哪一些 食补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平时 不管是春天也好 夏天也好 也可以喝一些 药制同源的中药 来调理我们的肝 比如我们的苟吉子 苟吉子具有补肝肾 一经明目的效果 它还可以 我们的虚劳精亏 身经不正 疲劳 胶酸疼痛 目悬耳鸣的这种功效 但是它加上我们的伤肾 伤肾也是一种 要是同样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 伤业 结的果子 所以它也是 分精润造的功效 也可以 肝肾 阴虚啊 或者是心肌失眠 都可以用 它们两个组合在一起 可以泡茶来喝 就是说 对我们的肝 有绝对的保护作用 还有就是说 这种是很好喝的 甜甜的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都没有问题 但是还是要注意 狗吉和伤肾含糖比较高 如果是糖尿病的人 你就要奋用 如果你要不用狗吉纸和伤肾 这样来冲茶喝的话 你就要一定从小量的剂量开始 不要一开始就吃很多 其实我们可以狗吉纸十来颗 伤肾可以十来颗五六颗都可以 但是不要一下就说 哦 拿二三十颗这样来吃 有时会脾胃虚寒 或者这些都不可以吃太多 脾胃虚寒 如果你还有变糖啊 这些润妇啊 儿童啊 这些就不要吃太多 少吃一点 好 那我的问题是 桑胜是要新鲜的还是干的 因为 干的 因为桑胜 它是夏天的水果 那桑胜又有两种 一种是紫色的 一种是白的 那个白色的桑胜 是比紫色的更要甜 那枸杞也是蛮甜的 所以真的您提醒的很好 如果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 饮用起来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先从小剂量来做 那这个只要用热水冲泡就可以饮了 就可以了 对 因为我们的桑胜 它还是有寒性的 所以为什么要那些孕妇和小孩要少吃 所以但是它的滋补 干肾的功效是很好的 有助于我们头发生长和变黑 这是因为桑胜 这种是红色的桑胜 它晒干以后就是黑色的桑胜 我们中医来讲 一般黑色的食物都是有补肾的作用 嗯 OK 又补干又补肾 枸杞子 其实大家吃这个新鲜的枸杞子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 它的这个味道从吞下去 然后在嘴巴含一含 嚼一嚼之后 它有两种味道 一则以苦一则以甜 所以这个学问就在这个里面了 但是枸杞不一定要配桑胜 如果它是配菊花 做成了枸杞菊花茶 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养肝的一个饮料 是吗 对的 如果配上菊花的话 其实我们的菊花可是 清干凝目的 疏散丰热的 枸杞配菊花呢 就可以清干又能养肝 我们肝呢 平时就开窍于我们的目 我们的眼睛 肝健康了 我们的眼睛才明亮 对于我们长期工作的人 比如长期对着电脑的人 是特别好的 因为你对电脑太久 有时会出现眼睛干涩啊 看东西眼花呀 或者是迎风流润的情况 你就可以选枸杞加菊花茶 就对你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但是还是注意哦 体质偏寒的 脾胃虚寒的呀 还是要少用 这是对强壮身体的人 可以 好的 谢谢周医师 这个关于配菊花茶 听说在种养菊花的时候 要撒很多的农药 那么我们如何服下菊花的优点 而不要它的农药 怎么样清洗才是最保险的 如果你是买的干净的话 那你回家的时候 你就拿水跟它先泡一泡 然后再来冲茶嘛 如果你是新鲜的菊花 那你也是会买回来 先拿盐水跟它泡一泡 然后再洗干净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 主要是它采摘的时候 农药是不是 它有一个时期 比如这个今天喷上农药 它有多少天以后采摘 那个农药才会没咬 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找到了一个自己信任的中药铺 或者是可以购置菊花的地方呢 就盯住它 而乱买的时候 自己就多加注意 把它清理一下 那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农药在上面 另外一种就是可以勾集 再配一些生的山楂 然后再配一些红枣 这样子也可以达到养肝的目的吗 是的 如果说我们脾胃虚寒的人 配上红枣的话 这个茶就变得没有那么寒凉 所以脾胃虚寒的人就可以少量的饮用 如果没有红枣的话 脾胃虚寒的人就慎用 好 周医师其实介绍到现在 我觉得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容易就取得的 尤其是下面一味茶 玫瑰茉莉茶 这个就是茉莉茶里面在自己也可以搭配一些玫瑰 又达到养肝护肝的作用 又可以闻到玫瑰的香醇茉莉的这种淡淡的香味 这个一定很受欢迎的 对啊 我也很喜欢喝这个茶呀 这个茶你冲泡的时候 那个香气非常遗人 这个茶呢 我们就在中医来讲呢 就有酥干理气 或许通麦 经常我们的胸口闷啊 或者是乳房脏痛啊 情绪低乐的人 最好的一款酥干减约茶 能够引起肝火引起的睡眠问题 都可以解决 还有也可以养颜的哦 对对 尤其现在流行的那种玻璃 完全透明的罐 如果你配泡衣壶 玫瑰茉莉茶 还可以看了里面那个水泼啊 让玫瑰茉莉在里面动来动去 哇好有情调哦 又可以养肝护肝 又可以让大家精神非常的好 真的是 大家应该都安排一些时间来 过过这种狭义的生活 那么干一定就是很善待它了 下面是春季安神茶 这个听起来有点神秘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因为春天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觉燥 因为我们经过冬天 很长的时间 就说我们冬天又会穿很多衣服啊 要在暖的地方啊 经过很长的冬天 漫长的冬天 刚到春天的时候 你的那个罩就会出来 特别是长期熬夜啊 不注意控制情绪的人 在春天容易出现 干气过望的情况 过望的情况 就会影响我们的心疯啊 就说有头昏啊 寻晕啊 心烦啊 失眠多梦啊 早醒这些症状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 喝一点我们春季的安神茶 其实这个安神茶呢 其实就几样东西了 山脚仁啊 百合啊 茯林 冰糖 各时刻 山脚仁呢 也是药室同源的 山脚仁 山脚仁在哪里购买啊 是在医药店就可以购买的 它是改善睡眠的 非常好的一味药 它具有宁心安神的功效 百合来是具有 养阴清热 润肺止克的功效 茯林就有 健脾力失 宁心安神的作用 所以这几个药 加在一起 就是我们的春季安神茶 就是说 让我们的灶 灰于瓶颈 所以呢 这一茶 适合什么生体 体质的人都可以喝的 OK 我想这个茶 春季安神茶里面 加冰糖 是因为 其他三味 像山脚仁 百合 茯林 都一点甜味都没有 所以用冰糖 大家自己也可以着亮 有的人不喜太甜 喜欢25%的糖 那么就少放一点冰糖 也可以 少放一点 因为山脚仁有一点酸 加一点冰糖呢 就是酸酸甜甜的 口感会好很多 对 我常常听到中医师 尤其是周医师都在讲 人体湿就会造成胖 也对于肝脏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春天是最好 要去湿的一个季节 还有一位叫做春季去湿茶 那这个中间的成分又是什么 我们现在春天到了 感觉到温暖湿润 特别是今年湾区 那么多的雨水 空中的湿气就很重 湿就容易侵犯我们的人体 湿气多了 可以影响我们脾胃的孕化功能 产生我们的身体里面的湿气比较重 所以你看有些人脸色毁暗 或者是四肢比较倦怠 他们这些都是湿造成的 还有有时候我们的脾胃也不想吃饭 怎么都是湿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吃一点这种春季的去湿茶 来帮助我们解开胃口 然后把体内的湿去掉 那是对我们的脾胃 五到六股都是非常好的 当然 去湿茶里面有什么呢 就有橙皮两克 茯苓五克 就这两味药 其实那橙皮就是静温的 胃心微苦的 有离气调中的作用 健脾和胃 消失减义的 茯苓刚才我也讲过了 它性胃肝的 有盛湿滤水的健脾和胃的 宁心安神的功效 其实有些人他失太重 他往往还不能睡觉 这种情况我们就医味药 就用茯苓 让他在睡前熬着茯苓水喝了 他就睡得很好 原来如此 OK 所以茯苓的功效这么大 那橙皮对于我们加州来讲 好多柠檬类了 还有柑橘类的 橙皮有的时候买来 又觉得别人在外面晒的 会不会很多灰尘 那我们自己做橙皮 有没有说效果会打折扣的 这种说法呢 非常打折扣 橙皮一定要成年的皮 不是说我们现在晒着皮就可以 我们晒着这种皮 都不是橙皮 这是为什么橙皮在广东 就是广东有三宝 橙皮 荷杆草 还有什么我忘了 三宝 所以呢橙皮一定是江门附近 那一带有一个专门的橘子皮 才能称得上橙皮 而且还要经过几年的橙化 才能称得上橙皮 一般的橘子皮是不算橙皮 I see OK 所以他们有人 红豆汤里面都放一点橙皮 那又是为什么 是调它的味道吗 第一调它的味道 第二也是橙皮的功效 理气调中健脾和味 消质解腻的作用 为什么每次吃 吃绿豆汤都在最后吃来 就是有消质解腻的作用 哎呀 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多利用大自然 赐予我们的这些食物 蔬菜水果 还有这些干果之类 今天访问的医师是三准医师 朱里周 联络到朱里周医师的电话号码 希望大家记下来 然后可以预约4082188451 4082188451 今天讲的对我们真是有帮助 非常感谢朱里 谢谢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欲不着不成器 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经验的师傅 会按照每件玉器原石的特质和玉纹 因材诗意 雕琢出精致独特的题材 翡翠玉石其实也不局限于 淡面信仁或怀骨的设计 自然界的题材碰上合适的玉石质地 雕琢出漂亮的莲花 牡丹 攀桃 葡萄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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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等事物 独一无二的手工 也是扣人心弦的 昌星珠宝中表集团 北加州 位于Mupitas 和Santan Clara的Valley Fair Mall 的两家大型珠宝店 里面翡翠玉器的选择包罗万有 不声美举 有兴趣的听众 记得抽空去参观 说不定就可以碰上 您寻找多年的心头号了 上回有讲到ABC玉的定义和分类 当中只有A玉的货色 才是原石原色的翡翠 并没有经过任何瓢染的程序 消费者要拥有永恒价值和意义 谨记要认清所购买的玉器为A玉 选择具有规模并诚信的老字号 明码实价 公平交易 总括昌星珠宝中表集团 为顾客提供的服务和保障 可归纳为以下数点 第一 昌星集团只受原石原色的 天然缅甸A种翡翠 顾客可以绝对放心 第二 购买时 昌星集团的专业珠宝顾问 都会在销货单据上列明属于A玉 保证所购的玉器翡翠的品质 第三 昌星珠宝集团国际认可的鉴定师 更会签发翡翠鉴定证书 或者是应顾客的要求 个别翡翠玉器会送往 美国宝石学院GIA 或者是AGS 索取独立的证书 绝对可靠 一连四集的见证翡翠 跟各位分享了翡翠玉石 这个珍贵的课题 由于节目时间的规定 个别题目 还有可以产役的地方 希望听众 有其他的兴趣和查询 记得致电或光临 昌星珠宝钟表集团分店指导 谢谢各位 我们下礼拜四 同一时间再见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片币 及主持人的体偿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